好 再來我們來看柯夢龍的新片 叫 JOE的預告 然後我看之前已經看到有人分享 然後說超恐怖 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們來看看吧 祝福你喔 現在我們來做個測驗 請在腦中試著將摩天輪向右轉 再向左轉 轉了啊 然後人 向右向左向右 他會變方向 這張火車行進圖 也可以依照你的意志改變前後方向 試著用意念去控制 可以耶 你想要他走那邊他就走那邊 你看見了嗎 椅子優器喔 椅子優器喔 好喔 我叫李若南 六年前 曾經觸犯了可怕的禁忌 唉唷 這種微紀錄片的 西帆 你站到上面 你站到下來 你站到下來 我會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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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如果一直想著怪物的話 怪物就會租到你的腦袋裡面去 不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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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很猛耶 走吧 結果好餓喔 差他殺小 我真的希望你不是我的小孩 搞天魔 現在是阻禍我嗎 還覺得我 開始想像 好餓喔 面積控距症 我不是一個好媽媽 看起來超恐怖的 我應該是會去看 我看了預告我是蠻想看的 最主要是他這種手持的 然後微紀錄片這種風格 我本來就蠻喜歡的 再加上他看起來蠻不比級的 就他那些特殊化妝 或是一些道具啊 效果特效什麼 覺得好像質感蠻好的 因為我就想到 看著我就想到我以前看一部 日本恐怖片叫詛咒 然後還是這種微紀錄片 那一部也很恐怖 有點像這種感覺也是一些 鬼魂啊 鬧鬼有的沒有的 或是我覺得他 比如說像這種微紀錄片的 還有路到鬼啊 路到鬼那一種風格 就也是很恐怖 但我也很喜歡 台灣有拍過這種嗎 我知道韓國有啊 之前那個什麼鬼病院我有去看 也還不錯 然後美國有些什麼 忐忑啊 類似那種 就是看這些片的當下 其實我都蠻享受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天生就蠻喜歡看這種 微紀錄片熟絲片 所以我覺得咒應該是 兩聲為我打造的一部片 該看一下好不好 但我應該會嚇死 而且裡面有些畫面很噁 柯夢龍讚 期待這部片 期待這部片